先講出拳的第三集 因為太平原則是屬於內加拳 那內加拳出拳真的很困難 他講求很多東西要配合融合在一起 才會出來整進 那我們在講出拳很多人不會的時候是 我們講一下 我現在是這樣預備式這邊 好前手後手 這樣子這個左手叫左式 右手叫右式 中間彈中線出來這有三條線 三條線要合成一條線 我們出拳的時候 三線變一線叫做三四一線 所以我們在三體四的時候是這樣站 對不對 看到我們要出拳的時候 身體沉 看到沒有 先沉 然後一拉 看我的腰跨往後帶 就三四一線看到沒有 三四一線出來 看到沒有 然後 砰出拳 砰出拳 所以三四一線 側面 左中右 對 然後有 上 中 下 有三條線 儘量的壓縮成一條線 左中右三條線 也儘量壓成一條線 就像槍 我們出槍的時候 我們不能這樣出嘛 槍這樣就是一片 槍是一線 砰 砰 槍是一線 砰 它不是 砰 不是砰 槍只有在藍的 才是有走的樣子 所以西翼拳的橫拳是 這樣 它有橫的 好 但是它的奔拳 就是這樣出 砰拳是由向往上端 砰出去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是這樣搓拳 太遠的搓拳 就很像西翼拳的奔拳一樣 好 我們走 三線一四 看 三一四 三線一四 沉 先沉 然後 往後 腰塊往後側 就三線一四 然後 出拳 三線一四 再 沉 往後拉 就出來了 有沒有 就這樣 好不好 好